自从这个频道开通以来 我受到了大量的问题 在这里我总结了10个最经典的问题 希望可以帮助各位避开一些误区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快速进入今天的话题 问题一 我应该辞职专职做投资吗 不应该 点评 这样的问题 往往是股市牛市的时候提出的 投资的难度是打工的上百倍 职业投资相当于创业 九死一生 如果没有被动收入 稳定的现金流 房产 这样的想法 简直是痴人说梦 问题二 请问该买某某股票吗 不该 如果你不确定要不要买 那就不要买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它 你不了解就做出决策 长期来看 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不要听信任何人 购买任何你不了解的投资标的 记住这句话 很重要 问题三 股市 股票 会涨 会会跌吗 不知道 预测股市的短期走势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预测对的都是侥幸 任何许诺可以准确预测股市走势的个人或者机构 不是疯子 就是骗子 我们无法预测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势 这个短期指的是从一天到几年不等 所以这样的预测也毫无意义 我们可以直接放弃 而且历史上通过预测股票市场的走势压住的投资人 结局都是失败的 问题四 如何快速搞懂一家公司 读财报 如果读不懂 至少文字部分读三遍 大声读 其实想真正完全彻底的搞懂一家公司的门槛很高 就算你是离公司很近的投资人 比如孙正义 著名的日本投资人 他在无数公司上栽跟头 推荐一部关于他的电视剧 We Crashed 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公司的所有信息 犯错的概率很高 全世界最顶尖的投资人都犯过错 有时是巨大的错误 所以关注安全边际 不要为任何一家公司支付太多的钱 问题五 怎样显著降低亏损的概率 避开热点 人类在投资中的一个主要热点就是羊群效应 当大众观点认为是好的投资 就算它好 也会自动失效 风险反而加大 反之 一个烂的标的 大家都觉得烂 没准回报率会很不错 总之 公司越热门 风险反而越大 十万家的文章或者视频 介绍分析的个股 或者什么其他的投资标的 千万要谨慎 问题六 我现在应该如何操作呢 定投或者定抛 当你身边没人聊股票的时候 定投 当你身边的人 尤其是之前那种完全不关心股票的人 都在讨论股票的时候 定抛 或者订阅这个频道 关注观看量 观看量少的时候就定投 观看量大的时候就定抛 问题七 十只股票算分散吗 不算 如果想要分散 成本最低的方式是通过不同种类的ETF进行 ETF是最适合普通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 没有之一 为如何分散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2020年的一期视频 投资者的圣杯 问题八 选股 择时和资产配置 哪个最重要 资产配置 老菜友都清楚 我们已经喊了一年了 资产配置相比 选股和择时 作用很有限 具体到资产配置 这个过程是动态的 之前也讲过经济周期和资产配置之间的统计学关系 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 问题九 新股可以买吗 不可以 新股没有任何经营记录 我们无法判断好坏 大部分的公司所有者的目的是上市套现 你还想赚他们的钱 有点天真了 买新股好像是在购买没有任何评论的商品 要做好给差评的准备哦 问题十 每天多看财经新闻 可以帮助我做投资决策吗 不会 我们并不需要每天去关注这些问题 公司不会每天发生变化 你不可能了解所有的行业 你刷到的新闻都是当前的热点 热点往往没有太大的价值 不如变被动为主动 集中关注能力圈内的行业信息 主动去搜索一些信息 带着问题去找信息 这样你不但效率高 而且收获大 好的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 请订阅转发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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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